好了,回來了 車車車的港監視電視台 就是跟全世界講西方國家 因為港區廣告停止和香港的罪犯而交協議是正確的 其實他們現在搞大這件事 全部都是 基本上就是幫西方國家做事 某程度上是 其實之前我們解釋過為什麼 在節目中解釋過 因為 有太多人 以為這些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警察去處理 你在香港本土的事情 你用警察去處理 就OK的 但是你不在香港本土發生的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可以找香港警察去處理好呢 其實就不是了 這些是騙人的 當然現在的政棍當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們有這麼說的 現在就是 這個 國歌環節出錯的事情 就接二連三 為什麼呢 當然他們那些人 就找回之前再出錯的事情 因為 現在呢 基本上 其實 我就覺得 現在呢 攬總其實都未必知道 就是他發生這些事情 他未必知道 因為他們 你說會不會真的看回電視呢 或者看回 他播出來 那個網站播出來的 那些 視頻呢 不是個個都會走去看 其實就是 就是 現在結果呢 就搞到 每個那些什麼總會 羽毛球總會 乒乓球總會 乒乓球總會 全部都要找人看清楚 那個電視 如果根據那個立法會議員的說法 就是 剛才那個我一直割的說法就是 你要找人去盯緊 一出錯 你就要 立刻出來出聲 立刻處理 要你的運動總會處理 這一種說法呢 是很荒謬的 這一種 就是 根本上那些議員 是被人看到的水平 真的是 極低的 其實是嚴重損害了香港的 國際形象 李家昭都說 我們現在重返 其實一向都是國際一份子 但是現在 再搞那些 叫做 國際大型活動 對不對 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特區政府也要處理這個問題 你立法會其實也有責任 起碼你們這些人 要看看自己 抬頭擺的國旗 合不合規 你不要 就是 罵得人 就自己什麼責任都沒有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立法會議員 出信 那些區徽 那個 那個 那個區徽 連區徽用錯 何君堯都用錯 那你們其他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做錯事 如果 如果根據你們現在的邏輯 就是 其實都不是很跟總會事的事情 結果都跟總會事 那何君堯 他用錯了區徽 擺錯了區旗 擺錯了國旗 你們全體立法會議員都要負責 用回你們的邏輯去量度你們 其實有些事情 不要這麼雙重標準 就是根本上 你們那些政棍 現在就是 香港市民 有很多事情 現在都是大的 經濟不好 所以 才會有這麼多人 出來說 要支持寧家寧 其實經濟不好是一個表象 那當然 他們拿一個寧家寧出來 其實這個當然 我們解釋過 不是解決經濟不好的辦法 是不是 有很多事情 我們解釋過 是不是 好了 結果你們那些傢伙 就 繼續 嚴人歡喜 繼續在這裡亂參與 說真的 其實市民對你們拿十幾萬一個月 是要兼職 你們是 你不要跟我說物超所值 還用政府人員來比較 政府人員可以出去秘勞嗎 你們不是秘勞 你們拿幾份糧都可以 吃幾家茶都可以 你們從政那些人 一個月坐以待 不是幾十萬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要負責任 你沒有理由 即是攬中裡面 攬中那些人收多少錢 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看攬中 其實他沒錯 他有政府資助 整個攬中 但是 他們那些球員有多少錢 你以為他們那些球員 很多錢 你以為他們那些 帶領隊那些很多錢 我真的想問一下 喂 喂 你們究竟 那些立法會議員 你們說自己物超所值 究竟 喂 你做到什麼出來 做到什麼出來 現在就找回別人 哦 今年7月23號 外圍賽隊湯家的時候 又用錯字幕 明明在播放義勇軍進行曲 他在這裡寫 就是Glory to 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就寫Glory to Hong Kong 好啦 就是這樣說 其實 國歌就沒有播錯 所以 這個 港隊沒有反應 是正常的 那些球員沒有反應 那些球員 那些球員 繼續在這裡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是非常正常的 那你怎麼可以說 這個也是 香港籃球隊的問題 香港籃球隊的問題 啊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就像何骨饒一樣 他自己用錯了拘廢 可不可以說 你整個立法會都有問題 當然不公道 這樣 對不對 其實我知道 不是只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拘期拘廢 就不合規格 就不是只有一個 我就知道有其他 但是 我很坦白的 如果你們不是出來亂參與 那些球員 是不會特地去找你們的照片 去找的 還有 就是說真的 為什麼別人做的 就是 特地勾結外國勢力 你們用錯的拘期 就是無心之失 為什麼可以這樣 原來你們有特權的 你們這些人 是不是 其實 香港籃球總會 其實 它說了是知道這件事 11月6日 就是香港對葡萄牙 也是一樣 它也是 弄錯了直播 那裡 精華直播片段 字幕顯示 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沒有的 它是後加上去的字幕 即是 現場的球員 它不是 它不是有個牌浪在那裡 什麼 Glory to 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不是那個牌 它是後面的電視 那裡加上去 現在 現在香港有些傻子 那些字幕好像說到 那一陣子跟著走一樣的 那些字幕 你猜老洲電視台 啊? 那些字幕要 人手吊著嗎? 誰知道嗎? 真可惡到不得了 這些嫌人歡喜的東西 其實當然是很差 但其實也突顯了 特區政府的短板 為什麼 你如果去查 《Hong Kong Anthem》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已經說了一句實話 你如果是在外國做事 你不熟悉香港和中國 是什麼關係 那你一按《Hong Kong Anthem》 你用英文打的 很多時候都是 這些做事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都是打英文的 尤其是籃球 籃球根本就是英國人 發明的運動 那你說為什麼會打英文 其實有些人很神經病 難道是打中文嗎? 這個現實就是 真的要說 現實就是 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是要懂英文的 不是你開胸 都可以做議員 Try my breast 那些都可以做議員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對嗎? 好了 車車車問了一個 很好的問題 他就說 播歌、播片、打字幕 那個人在別人道 香港攬中 還有 他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監視全部電視台 當然沒有 是不是 這些當然沒有資源去做 是不是 坦白說 說真的 我剛才說笑 Try my breast 那些 他現在英文好很多 對不對 但是你也要看看 究竟別人是怎麼做事 你要換位思考一下 我不是說播國歌 播錯 是沒有問題的 播國歌的時候 他播錯了 當然是有問題 但是別人道了歉 是不是 好了 他打字幕打錯 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他的影片下架了 那就是沒有問題 處理了 是不是 你說要預防這些事 預防這些事 就不是你們說 嚴懲 香港攬總可以做得到 根本 攬總是做不到的 很多事情都 其實特區政府 其實根本也是有短板 在這件事上 為什麼 Google那裡 打Hong Kong Anthem 第一個搜尋出來的 就是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然後 他 他 他就有解釋的 是Wikipedia 但是 他有一個叫 Unofficial Anthem下面 第一首就是 Glory to Hong Kong 那個頁面 現在是鎖了的 其實呢 其實他有解釋到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is used since the 1997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這個他是用回英國人的看法 就是主權而交 不是我們說的回歸 好了 你按中文 香港國國 那就 二勇軍進行曲 寫了清清楚楚 然後裏面 民間就說 願榮光歸香港 清作香港國歌 這個頁面已經封了 不可以再 你知道遺跡 你可以自己 edit 但是你現在 edit不到 那民間有沒有人將 就是2019年示威的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 清作香港國歌 是有這樣的仆街 是這麼做的 第一件事我要先表態 民間是有人這樣做 這是事實來的 他是事實陳述 好了 那民間有人這樣做 是不是拘捕所有去做這些陳述的人 事實上也是做不到 那如果你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話 那 有些事情是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解決 那些立法會議員 那些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拿一些真正行得到的建議出來 事實上 香港最糟糕的是 現在有一班議員 很坦白說 這首歌 有幾個版本 有一個叫做 願平安歸香港 另一個叫做 願真理救香港 有幾個版本 同一個音樂 他播了音樂的時候 一開始就說 黑暴歌曲 好了 有些人還說 榮光這兩個字 都是黑暴才用的 那就是糟糕了 難怪你們這班人說 林鄭月娥是黃友 和支持黑暴的 因為 林鄭月娥在卸任之前 就是6月24日 有一個 四川和香港搞的系列的 運動 活動 不是運動 不好意思 是活動 他有一個儀式叫做 慶香港回歸 享祖國榮光 我不覺得 榮光這兩個字 有什麼問題 還有 人民日報 經常都用的 共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榮光 榮光 結果是 就是 黑暴的 那就是 那就是大拿鑊 如果人家說榮光 其實 英文就是Glory 如果叫Glory 死的話 我們有些網友都死 叫Gloria Gloria 你這次仆街了 你大拿鑊 你也叫榮光 還要 榮光之地 還要 你是不是大拿鑊 9pm post 索性把香港隊歸去國家隊出 為什麼要分香港隊呢 這個 這個我們也要說 你說又不見有四川隊 在國際比賽上 為什麼會有香港隊 麻煩你參考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 是有寫清楚的 所以現在有些人拿出來說 那些論點 基本上就是 第一 根本不知道基本法是什麼 基本法有些東西 是寫得清楚 你現在有些意見 我不是針對哪一個去說 我一定要說 但是 有些意見 根本 已經是偏離了基本法的 就是 你現在留意一下 有些人說出來的 為什麼不 怎樣怎樣 那就 很坦白說 你自己看看基本法是怎麼寫 為什麼會有港隊 為什麼奧祖委會有香港的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 因為這件事情 是基本法寫清楚 可以容許的 好嗎 OK 那 Candice Chow 就說 那些政棍死咬著不放 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 民生完全不理 只顧著玩政治 撈油水 吸眼球 取悅他們的信眾 是啊 是很嚴重的 Nambo Wong 就說 變成了清朝文字入罪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 那些議員沒有說到這麼誇張 就是榮光也有問題 那些議員沒有說這麼誇張 我也要澄清一下 但是 他們做很多事情 都有很多問題 其實播放國歌的時候 他們是弄錯了一個歌名 播放的音樂沒有錯 他們弄錯了一個歌名 這件事情 我也要告訴大家 那些球員不可能知道 攬總也不可能即時看得到 因為他們很坦白說 如果你有做過這些運動的話 他們出賽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 看實的 但是他們會不會 特意去看某些電視台播放 或者特意去看 那些什麼 Official 那些精華片段 那些其實是 之後搞出來的 你要知道 Live 的時候 他們很少加東西在下面 在下面 那好吧 Campson Lo說 英國國際比賽出四代 那他們的問題 他們又不同 他們的問題 就是他們本身是聯合王國 他們下面什麼 英格蘭蘇格蘭呢 其實是一個 country 來的 他的 kingdom就是 United 就是下面 Wales 等那些 全部都是 country Northern Ireland 或者Ireland 都是一個 country 好了 車車車就說 好像不少郭哥哥的名字 都是Glory 其實這樣一定有的 你義勇軍進行曲 說真的 我就認為 播放的時候沒有錯 攬眾已經算是盡了責 你之後出的事 特區政府要有資源去看實 現在是不是要請專員去捍衛這件事呢 我告訴你 這件事也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要實際一點 你就要想辦法跟Google談好 一定要跟Google 為什麼要跟Google談好 因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搜尋引擎 第一件事 如果打Hong Kong Anthem 理論上應該去到特區政府 告訴別人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唱的是中國國歌的頁面 但是如果你去搜尋的話 其實 老實說 現在已經被那些新聞洗版了 其實現在他們那些人繼續在搞 我告訴大家 是很慘 他們那些政棍 結果就固化了 Glory to Hong Kong 是香港國歌 這幫政棍搞的事 結果是 Google搜尋 因為它的演算法是這樣的 你就這樣打Hong Kong Anthem 它就會出第二個就是Glory to Hong Kong 之前我們解釋過 用韓文打 然後第二個就是 袁榮光 還要是音樂版MP3下載 有些事情 你要先看看現實的情況 好了 結果在Google看到 第一個頁面 最底那裡 就是info.hk 這個 他繼續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香港新聞處 到現在也是錯 HKSAR government strongly deplores and opposes playing of wrong national anthem 什麼叫做 wrong national anthem 那個不是 national anthem 所以你不可以說是 wrong national anthem 就是 devoir唱的 playing of wrong music слу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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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anthem ceremony 或什麼 那類的程序 你一定要這樣寫 結果呢 結果就是 這個 Glory of Hong Kong 就是National Anthem 現在都是連進 又連進進 你去到第二版 我都告訴大家,你都找不到 現在是真的,我不是開玩笑 結果你們這些PK搞到 他們在Google那裡洗版 我不知道是誰解釋了這新聞出來的 我現在去到Google的第三版 都找不到特區政府 說什麼國歌是對的那個鏈結 其實他本來,老實說特區政府是有短版的 我可以承認我 你進去那個Hong Kong government 這個 Press Releases 那裡 他竟然沒有加一個link 是回到正確的國歌那裡的 他說,你明明你說錯的國歌 那你是不是應該貼回那個鏈結 哪一首的國歌才是暗 你是不是應該貼回那個鏈結去 你是沒有貼到 現在這個香港新聞公布 其實很難不妥 其實之前我們說過 這個特區政府的短版是亂來的 C Jojo 說如果不可以另立港隊 香港兇運動員很多都不能進入國家隊 這個是真的 是很難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還有,坦白地說 這個也是風險管理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風險管理 因為運動員是可以政治表態的 如果他用香港的肩膀去做政治表態 那個風險 其實是可控的 但如果他進入國家隊 他要再做政治表態 我告訴你這個風險 就變成不可控的了 某程師先生說 Google 應該向百度學習一下 一般大公司的網頁和權委性機構 有官方兩個字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他們不會這樣做 Google 因為Google 基本上 就是要靠一些廣告的收入 以及要靠那個搜尋 即是他要靠那個搜尋的演算法 去看看現在究竟那個趨勢是什麼 其實就 Chloe就說 特區政府新聞處有沒有搞錯 人家說我盲撐政府 其實我第一個已經說了特區政府是不行的 有這件事 他根本是寫錯的 即是中文都寫錯 他說 錯播國歌表示抗議和強烈不滿 那你錯播國歌就是 那個人都是國歌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寫 你說播國歌的環節出錯 這樣 是不是 雖然是寫得比較厚 但是 讓別人知道那首不是國歌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了 Candice Chow 就說 現在拿回七月的事來講 完全不合邏輯 為什麼當時不說 到現在才舊事重提 根本就是借著個勢力來玩東西 要玩死籃球隊才深色 簡直是卑鄙無恥 他們沒有所謂的 因為他們不看籃球 其實香港人 說真的 很少人看籃球 我也要承認一個真話 如果你不是 在澳樓住過的人 怎麼會真的喜歡看籃球 就算真的在澳樓住的人 很多人都不看籃球 真相也是 就是 還有就是Jacky Leung 她說的影響政府軟實力 但是政府自己拿來壞 這個 不關 不是很關 政棍市 他們是炒熱了的議題 但是 特區政府結果 我 是沒有做好工作 在這件事上 你說我反政府 我不是 一定要說清楚 因為 其實香港特區政府 它是有一個頁面 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是奏中國國歌的 中國國歌的 而勇軍進行 它有一個頁面 是英文 接著它下面 就有一條link 就接駁回去 這個 國務院那裡 我現在在Google那裡按 我按到第四版 都按到那個頁面 其實前幾天 那個頁面 在第三版已經找到了 最初炒起這件事 還沒炒得這麼熱的時候 其實老實說 第二版已經 我已經找得到了 現在是找不到的 你打Hong Kong Anthem 結果 我按到它 現在我真的立即在 在那裡搜尋 我按到第六版 都按不到 應該出現的頁面那裡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現在的新聞 蓋過了 現在是 你知道嗎 好了 我按到第幾個頁面 才找得到 第七個 第七個 這個呢 還要是 國歌法的 網頁來的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這個是 它有說到 Schedule 2 但是 它都沒有 正確的 面 他說 This site provides the score and record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然後 它下面 才有一個連結 是回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歌 在國務院 那裡的連結 就是國歌視頻 怎樣下載 還有音頻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光 齊唱版 這個是MP3 來的 就是要去到第七版 老實說 你隨便做事的人 怎麼會按到第七版 在Google那裡 你自己想想都知道 是不是 結果 這個就是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這個 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應該是 內地及什麼事務局 就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它 中文那裡 其實 老實說 中文是 中國人認識 很多外國人現在都會認識中文 但是 因為香港是用繁體的 其實 它都有簡體版 當然 它有的 但是你在Google那裡搜尋 你真是很難才搜尋到 用英文 要去到第七版 才找到 可以有辦法 按到去正確的 中國國歌那裡 所以 我告訴大家 這件事 如果你說 是 外國勢力搞的 那我就認為Happy Wonder說得對 很明顯 這班人已經和外國聯結了 一邊叫外國 實際上在反國家 因為 它結果 將特區政府的頁面 從第二版 推到 第七版 所以 他們很成功 因為本身是在第二版 那一則新聞剛剛推出的時候 是在第二版 之後 我有一天再搜尋過 去到第三版 你說什麼現在去到第七版 在Google那裡 你說這班人究竟是做什麼 其實在香港亂來的 其實是 Father Wong就說 哎呀 糟糕 榮光變了香港 其實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 國歌條例的頁面 排得這麼低 這個 其實和 特區政府去做 這個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做得不好 是有關係的 我也要認真地跟大家說 這個特區政府是難辭其究 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資訊科技界的人 是難辭其究 資訊科技有份出聲的人 經常都說 我一邊割那些 經常都說 要搞科技 你建議一下政府 做好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行不行 為什麼會去到第七版 當然是非戰之敘 去第七版 本來去到第二版 那時候 其實已經算是OK的 其實說真的 你不夠那些黑暴友玩 那些黑暴友 每一次 整張圓榮光上去 都踢了Hong Kong Anthem 那 人家當然是 排得比你 對不對 結果現在 其實 最好的解決方法 你就是 給錢Google 你說 那只是交保護費而已 那不是 其實很多人做生意都是這樣的 你給錢Google 就把他搜到你為止 不是怎樣 有什麼辦法 你沒有其他辦法 問題是 還有 你特區政府 其實有沒有推廣 國歌是什麼 就是在國際層面上 其實沒有 這個是 一個明顯的短板 對不對 其實這些要做的事情 要做 對不對 那 輝日人類美麥共同 就是下廣告給Google 其實應該是 你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 他說 他跟你說 沒關係的 我們有演算法 但是為什麼演算法 可以讓有些人玩呢 其實他經常改的 演算法 所以他有時候 搜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你不能夠確保 其實那個SU 是要長期做的 其實是 那 讚先生說 用百度的手 一定不會錯 但是我告訴大家 對於外國人來說 哪一個人會用百度 他不懂 坦白說 你韓國人就會用Naver 你外國人怎麼會用Naver 其實我們是換位思考過才講的 很多事情都 因為我們是測試過 那時候用一個VPN 就V了去Google.co.kr 去用韓文去搜尋 香港各國 會搜到什麼 結果 是搜到榮光 好了 用Naver去搜 Naver是搜不到榮光的 Naver也搜不到正確版本的中國各國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它搜不到國務院的網頁 其實是 那個國歌曲譜音頻視頻下載的網頁 完全搜不到 特區政府 說真的 在國歌條例上 它是有責任去做這件事的 其實 之前的頁面不是這個 我看到 它還有另外一個頁面 就是去連繫到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其實是國務院的網頁 是有另外一條 現在下了第七頁 也不是那條 我記得 所以我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 特區政府是要做得好一點的 這件事 是刻不容緩的 某程度上 是特區政府的短板 令到這些事情會發生 那麼 特區政府為什麼會有這些短板 你的議員有沒有真的 落實 愛國者治港 看清楚事情去做 其實是沒有 每一次都是拿這些爛鬼的議題來抄 Cat Walk 就說百度一打開 就不斷彈一些鹹的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自己 就不會用百度去搜 東西 即現在是 即是不會搜英文的 你用百度怎麼會用來搜英文呢 根本搜不到的 什麼都 其實百度你能搜 只能搜內地的東西 百度其實只能這樣用 但是 其實現在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騰訊 騰訊出品的 那些搜尋引擎 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 即是沒有 即是 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好 其實有些事情都 但是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講到這裡 算了 我現在火到來 真是大件事都不得了 那好了 最後呢 就 讀多個留言 那空威斯就說 這個應該叫霍喜剛去做吧 我委會發的文件 其實 那個問題就不是 即是跟奧運有關 你要知道空威斯 其實有很多運動會 它是有其他總會的 還有主辦方 其實 我也說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但是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國際大使 為什麼會這麼久留留 因為 很多人是沒有這個常識的 你要知道 事實是 為什麼只是 特區那首歌錯 現在有些人這樣說 其實就不只是 特區那首歌錯 其他事情都曾經試過錯 即是 不只是 會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這些事情 我也要講 即是你覺得 這些事情是 只是會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你看得自己太高了 還有 有程度上 你覺得那些國際大會 完全不會出錯 這些也是多餘的 我告訴你 肯定是會出錯的 可以出錯的 其實就是 HAPPY WONDER 就說實事不做 壞事做盡 這個就是我們的議員 香港真的要上天去保守 我不知道 這些我不敢說 我再說 就被人掃地出門 好了 休息一會兒 不如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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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